炸不炸裂 罗团是打不过黑胡子团的 但也不会败得太难看 海贼王1063话细节分析 本话又是双线叙事 但头到这条线中 陆飞 波尼 大雄以及贝亚庞克之间的恩怨 已经点破了 大雄是两年前三次帮助陆飞团的恩人 也是波尼的父亲 而另一条线 罗团遭遇黑团部分重要成员的伏击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那么还是那句话 我们大局来看 两条线有一个相同的点 就是贝亚庞克和他发现的血统因子 先说黑胡子蒂奇这边 这黑斯见到罗 说什么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那是因为罗在罗基岗事件中 被称为主谋 他搞了100个海贼心脏交给海军 然后他成了秋海 而黑胡子也是在罗基岗事件 灭了王侄才成了四皇的 也就是说 他们之间是有过所谓的合作的 而几周前老黑绑架的克比也不例外 他曾在罗基岗事件中保护了平民 因此被称为英雄克比 所以你看这边这三个关键人物 简直是凯多调研讲理 老熟人了 然后你就明白了吧 老黑在约国遭遇海军时 为啥放着那些职位比克比高的中将 不绑架偏偏绑架小克比呢 老黑真的是老银币了 他就是拿捏了英雄这点称号 因为从居鲁士认诸克比时 说他如何保护了平民 我们就能够发现 克比保护平民的英雄形象 深入人心了 克比已经是海军的一块良好的形象招牌了 那海军不可能不救他吧 不可能还任由海贼处理海军的英雄克比吧 否则那不是自己打自己招牌吗 所以必须去救克比 那么什么时候去救呢 就是老黑与罗团对战的时候 首先我们都知道 罗的果实太重要了 明格说 如果手术果实的能力为我所用 我就能更进一步利用玛丽乔亚的果宝 掌握整个世界的石拳 那现在掌握着石拳的一母舞蹈星 发现老黑和手术果实的罗相遇干起来了 而老黑一直以猎取果实 果实能力温明于世 所以观众的上帝视角看 他们是抢历史上文 但在吴老星看来 老黑一直在猎取果实能力 而且现在老黑还是实力很强的四皇团 还是让天龙人瑟瑟发抖的敌人第一只一族 那吴老星必然会担心手术果实落到老黑手里 所以他们会派人来干扰老黑和罗的战斗 但又不能广而告知的说 是因为我手术果实吧 这不正好吗 英雄科比被绑架了呀 你们海军赶紧趁乱赶紧去救科比 或者我们政府也派点人去横插一杠子 然后老黑罗团海军世界政府 这三方甚至叫四方吧 会混成一锅粥 罗团因此有了揣息的机会 那么海军上谁带队呢 如果把比给我的话 阿旺斯以为是卡普带队 一是和克比的师祖情谊 二是黑胡子 还约等于洛克斯 那卡普可就是老对手了 这么话很有看点 三是世界乱套了 海军一直吐槽 没人可安排了 那卡普呢 本来就从来都不愿意安排 也不鸟无老星天路人 而这次呢 反而为救科比利益一致了 那我卡普愿望去干扰老黑和罗 而罗的情感线呢 在于克拉松 这点不必多说 克拉松呢 相当于战国的儿子 战国和卡普呢 又穿一条裤子 所以呀 罗因海军得福 也合情合理 总之 第三方势力的加入 是罗过局的关键 而且第三方加入的原因 表面上是救科比啊 干扰了罗和老黑 本质原因呢 是一亩无老星 不想让罗的果实 落入老黑之手 哎 大家觉得啊 这有没有一点道理呢 当然这只是阿旺的 一行情愿的猜测哈 然后开头 为什么又说罗团 不会败的太难看呢 因为罗团呢 之所以给我们的形象 是罗带着一群吉祥物啊 不太能打 那是因为呀 这个冰火斗啊 得到啊 罗的伙伴呢 没参加 归道战争中的罗团呢 一直有战斗画面的 也只有罗 背波佩金下棋 只有几个小画框 连具体的敌人都没有明确 所以 伟田对罗团的战斗描述 是有所保留的 而且想想这个大个子啊 这家伙啊 他也藏实船长了 还有罗团的人呢 特别的多 没准还能搞出个什么组合技能来 哈 所以如果败了哈 也不会败的太难看 不过阿旺觉得哈 这场战斗不会太快公布结果 一定会拿着这剩啊 吊着观众的胃口 然后呢 老黑目前是双果实能力者 我们两年前论述过 老黑大概率是奇美拉体制啊 也就是说呀 他有多套血统因子 那在罗与老黑战斗的这条故事线中 可能就会提到 老黑的双果实的效果样子 也可能就会聊到原因 那么就会提到血统因子了 而血统因子呢 正是贝加庞克研究的主要课题 所以呀 血统因子也会在贝加庞克弹头上 这条故事线中提到 那么双线叙事的效果 这不就出来了吗 就是两边会同时介绍一些 血统因子的原理和应用 比如是不是这个噩魔果实 和血统因子结合的 就能够获取噩魔果实能力了 把噩魔吸出来了 是不是就能转移能力了 或者说物品 为什么能吃这个噩魔果实啊 怎么有人能吃两个噩魔果实 那等等等等 毕竟目前的蛋头导伯 是科小世界 有大把的机会 聊聊血统因子的原理和应用 所以阿旺猜测 现在双线叙事中 一个弱联系点就是血统因子 那另一个联系点呢 就是贝加庞克了 我们回看老黑绑架克比的目的 记得啊 老黑在女儿国见识了赤天使师 很惊讶吧 那一心想壮大实力的老黑 怎么会对高战力 他不出一千三尺呢 所以啊大胆猜测小金求证 绑架克比的目的啊 在于老黑想交换一些 贝加庞克的科技力量 而故事也恰恰是往这边发展的 贝鲁梅伯也在起球 带着赤天使啊去救克比 他们所属的扫子呢 距离贝加庞克的弹头岛 也非常近 所以啊就要看弹头岛这边呢 在上演什么了 阿旺觉得 这边可以简单的分为三条线 先看海贼王1063话 一个有点炸裂的小细节啊 这批研究人员的身上有几排字母 放大看分别是 Potology 岩石学 Linguistics 语言学 History 历史学 连起来啊就是在岩石上 看语言文字 研究历史 什么意思啊 研究刻画在石碑上的历史证文呢 也就是说贝加庞克的一个研究课题 可能就是历史证文 这点呢 与来自奥哈拉的罗宾呢 是一样的 而我们都知道哈 明确被世界政府掌握的历史证文呢 就是奥哈拉那块 所以啊 贝加庞克一号级正说 爱想见见这帮人 其中想见的一个重要人物哈 应该就是罗宾了 而如果罗宾见到了 故乡奥哈拉那块证文 见到了启蒙自己学习历史文字的证文 必然很有故事感呢 虽然呢 罗宾挺腹黑的 但多少也会被触动一下吧 这就触发了他与贝加庞克的一些交流 而要谈到历史证文 那重点呢 还是第四块证文 所以在最后篇章一开始的时候啊 就把第四块证文这个任务呢 明确提出来了 当时啊 罗宾和弗兰奇说 第四块证文 谁也不知道在哪 其实啊 第四块啊 就是二十多年前 罗杰在鱼人岛见到的那块 二十多年后啊 等陆飞他们来到了鱼人岛啊 就剩下一块普通的了 哎 红的丢了 而鱼人岛呢 距离马力乔亚很近 如果一亩无老星 要阻止有人及其四块 那我先拿走一块 这是非常常规的操作 还有当年 已经王飞说服了天龙人啊 或许也会有一点代价吧 总之 如果世界政府有红色证文呢 贝加庞克多多少少应该是知道些线索的 所以啊 在弹头岛 罗宾会在历史方面得到很多补充 而且反过来想 贝加庞克在研究历史证文 这也可能是一亩要暗杀他的理由之一 当然啊 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瞒报科技研究成果 这就是弹头岛这边三条线中的一条线 第二条线呢 就很明显的是陆飞这边 关系已经点破了 大雄帮了草帽团三次啊 当之无愧是草帽团的恩人 是陆飞的恩人 弗兰奇在两年后刚团聚时呢 也强调过大雄对于草帽团的恩人角色 而波尼和大雄是妇女关系 所以陆飞不可能不管波尼的事情 然后呢 波尼想找贝加庞克算账 恢复大雄的意识 而且在他看来呢 贝加庞克改造大雄啊 就是害了大雄 但是我们上帝视角看呢 大雄是自愿被改造的 那么想要恢复改造人大雄的关键点呢 就不在于贝加庞克的意愿了 而改造人改造的就是血统因子 所以很可能会把恢复意志的关键点 甩锅给需要大雄的原始的 血统因子 那么哪里拥有大雄原始的因子呢 赤天使版的小大雄正在来的路上 小鹰眼小女帝就已经能够说明哈 赤天使是七五海的科隆体 外加路纳利亚一族的一些特点 这也就是第三条线了 CP0带着含有大雄血统因子的赤天使版的小大雄 来暗杀贝加庞克 那么与赤天使的战斗冲突 或者活捉小大雄版的赤天使呢 才是关键 这也就是三条线的九差点 所以弹头道这个篇章不会太长 而且现在弹头道已经大面积爆炸 陆奇等人如果到了一看 这情况搞暗杀的机会来了呀 这不正好甩锅给海贼吗 而附近的海军G14和扫子一看 爆炸了 必然会有动作呀 因为贝加庞克可是他们的老宝贝啊 那么骚得前面又提到过什么呢 队长德雷克失踪了 我们之前视频聊过 德雷克在轨道遭受过CP0的攻击和背叛 而德雷克如果还活着 这事只能和海军的最高长官赤犬 说CP0背叛了我们伟大的正义事业 而如果这时候G14又看到CP0又来搞事情 然后再报告给赤犬 那么这三条线呢还拧成了一条线呢 将会出现一个神奇的效果 就是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次的 海军和世界政府的关系会恶化 这点呢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啊再说一下本化其他的很小的细节哈 一点细节是黑胡子船的后身呢 和洛克斯团呢非常相似 而他俩和黑珍珠号啊又如出一辙 黑珍珠号的船长呢是Jack Spiral啊 他的前妻啊曾在船上床上啊拉了两斤把把啊 第二点细节啊 阿特拉斯啊是五号机啊不是六号机 上一话我以前画错了 这一话给改过来了 第三点细节啊是食物机器上写的东南西北 不知道是不是四海的食物啊汇聚一词 第四点细节呢是波尼胸前写的不是UP主哈 应该是VP是VGA PUNK的缩写 第五点呢巴基斯的右侧脸呢都打上了补丁啊 不知道是萨波那次打的呢还是后来猎取果实能力时啊又受了伤 然后啊还想吐槽一点啊 这个巴基斯画的不太妙吧 把脸挡住啊这更像是个大后背啊 好了录完这期啊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啊 希望大家可以给爆肝旺的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先去先去睡觉吧 明天再刷完我们下期见 GOODBYE